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上热搜的新闻 如果在韩国不行,那就转向海外粉丝 无耻的回归公式 下一个会是3月初遇的乔军娘吗? 涉嫌欠税私益的Paguchi 酒驾两次以及怀孕争议的金正恩 关宁森事件的Signi 乔军娘去聊是成员薛正恩等 厚言无耻的行为 似乎像一个公式般的反复出现 因争议而在韩国难以复出的他们 现在正利用他们剩余的知名度 试图通过迎合海外粉丝来间接付出 尽管这些艺人都曾公开宣布会退出演艺圈 但他们却不顾之前的声明 选择了回归 最典型的例子是Paguchi 尽管他因信息的签税问题引起争议 并宣布退出演艺圈 但他最近仍然在日本举办了一场 价格高达46万元的粉丝见面会 而再次引发了争议 目前他还开设了自己的SNS账号 更重要的是 Paguchi去年因为拖签高达4亿韩元的税款 被国税局列为高额习惯性签税者而受到批评后 他并未发表任何正式立场 而是宣布了一场粉丝见面会 也就是说 只是想要在海外赚取收入 再来就是男团UN的成员Kim Jong-un 去年12月28号凌晨3点30分左右 Kim Jong-un在首尔江南区改变行驶路线时 与前方的车辆发生了碰撞 到场的警方对他进行窘测 但却遭到了Kim Jong-un的拒绝 因此警方根据道路交通法 以拒绝窘测的罪名对他进行了立案 而该事故导致对方车辆的驾驶人受到轻伤 所以Kim Jong-un还被以交通事故处理特列法的伤害罪名 进行了处理 其实早在2011年 Kim Jong-un也因酒驾罪名被立案 驾照也被吊销 他当时表示 再怎么想都是我的错 绝不会再有下次了 向大众们道歉了 然后在2019年 他也引起了女友怀孕等私生活争议 因为种种事件 Kim Jong-un在韩国内的付出变得有些困难 因此在这一次 他选择对酒驾事件保持沉默 卓尔在日本举办粉丝见面会 在会上 他间接地向日本粉丝们透露了自己的心情 面对众多支持的粉丝 自己正在反思犯下的错误 接着就是 承军影区流社的成员 卓中昏 最近也在日本展示了付出的迹象 而引起了话题 卓中昏在约5年的沉默后 向日本粉丝们发出了问候 表示从每个人的姻缘中获得了力量 并且现在能以健康的面貌与大家见面 对此他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气 最后他还表示 想要向粉丝们展示他想做的事情 以及他的私生活等 各方面透露了他希望回归日本舞台的愿望 最后是背叛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的森尼 森尼在去年2月出狱后 以夜店募集 劈腿事件 涉华生日派对等 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 最近他在柬埔寨的一个活动现场出身 再次引起了争议 特别是 他在当天活动中提到了基地 甚至还宣要自己将来会带基地到柬埔寨 而收到了网友们的怒聘 随着这些艺人们选择在海外付出 来回避国内的争议 韩国网友们正关注 下一位可能采用这种策略的艺人是谁 目前 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 今年3月要出狱的成就尿 随着他的出狱日期逼近 外界对他是否会试图利用 类似的方式付出 表示了高度的关注和猜测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通常只要一喜欢就不会脱粉 跟着艺人一起变老的日本粉丝 为了榨取他们的钱 而去那里对他们说 以为穷俊俊出狱就不会在新闻上看到他静静的过日子 现在却担心他会像森林或其他艺人一样巡回演出 真是令人讨厌 好久没看到这么喜欢的新闻了 希望能持续报道这样的内容 一直提醒大家 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但是也看到少说这样的留言 已经接受了应有的惩罚并且出狱了 难道就不能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吗 而且也不是诈骗 只有有粉丝想要 举办粉丝见面会有什么不可以的 又没有给你们带来任何伤害 去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吧 对于行满出狱的艺人们 试图在海外付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所以就喜欢被困里面坐在海外 为什么会把玩意出东西 merry 优优独播的 当时代帮大家的 是 你觉得谁想回到海外 你很想赠啦 你愿意